第一条,本办法依自由贸易港区设置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本条例,第十七条第六项规定定定之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港区货站,指自由贸易港区,以下简称自由港区,管理机关设立或经其核准设立,具有与港区门绍单位电脑帘限制设备,即可供自由港区事业货物存储,进出区货物查验,拆装盘,柜,知场所 第三条,自由港区市业应设置电脑及相关连线设备,以电脑连线或电子资料传书方式处理货物通关,账务处理及货物控管等有关作业 第四条,自由港区市业应办理之自主管理事项如下 1. 自国外禁除货物之通报 2. 货物输往国外之通报 3. 货物输往其他自由港区之通报 4. 货物输往客税区,保税区之通关 5. 自客税区,保税区进除货物之通关 6. 区内交易货物之通报 7. 修理,测试,检验,加工,展览,委托及受委托修理,测试,检验,加工之处理 8. 禁除本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规定 9. 本条例第十六条第一项规定 9. 品书往国外之通报 10. 货物及自用机器设备之账物处理 11. 按月汇报货物之入出区,厂,管理 12. 盘点及盘存清测,结算报告表之造送 13. 废品,下角及其有利用价值部分之处理 14. 物、货、品遭窃,遭受灾损失之处理 15. 门禁之管控 16. 制造、物流、仓储及厂、厂、区作业之管理 17. 封条加封及合销作业 18. 短卸、溢卸、短装、易装报告之填报 19. 加工、重整、包装、加注或更正标记、相好作业 20. 看样、取样及公正作业 21. 空货柜进出之检查 22. 货物通关、账务处理及货物控管支店脑资料储存作业 23. 违规、违章、异常案件之报告 24. 其他经自由港区管理机关或海关规定应遵行事项 25. 依本条例第十七条第一项规定 向海关办理通报程序如下 1. 国外货物禁除自由港区事页时 自由港区事页应向海关传书报单通报 经海关以电脑回应记录有案 平已禁除 2. 自由港区事页货物书网国外时 由货物输出人于货物禁除港区货站后 向海关传书报单通报出口 经海关电脑回应记录有案 平已装传、机、出口 3. 自由港区事页货物运网其他自由港区时 由自由港区事页于货物禁除港区货站后 向海关传书报单通报转运 经海关电脑回应记录有案 平已出禁区 前向第二款货物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得免禁除港区货站 1. 禁出口货物查验准则 第30条锁定之货物 2. 禁出口货物查验准则 第9条锁定厂商之货物 且该厂商具备与自由港区管理机关货 贵、物动泰资料连线之电脑设备 海关和可支仓储及查验货物所需设施 3. 自由港区事页货物 授予国际航线船舶工作燃料 由、或专用物料 含船舶日用品 第6条 依本条例第17条第二项规定 向海关办理通关程序如下 1. 自由港区事页货物输往客税区或保税区 于禁除港区货站后 由纳税义务人向海关传书报单 1. 相关输入规定 完成通关取得放行讯息后 凭已出区 并依国外货物进口及禁除保税区相关规定办理 2. 客税区输往自由港区事页货物 由货物输出人将货物运入港区货站后 向海关传书报单 依相关输出规定 完成通关取得放行讯息后 凭已运入自由港区事页 但货物输出人不办理冲退税 且货物符合相关输出规定者 净凭发票或载货单 运入自由港区事页 客税区货物禁除港区货站直接出口者 由货物输出人向海关传书报单 1. 相关输出规定 完成通关取得放行讯息后 凭已装传 机出口 3. 保税区输网自由港区事页之货物 由货物输出人依保税货物相关规定 向海关传书报单 1. 相关输出规定 完成通关取得放行讯息后 凭已运入自由港区事页 保税区货物禁除港区货站直接出口者 由货物输出人依保税货物相关规定 向海关传书报单 1. 相关输出规定 完成通关取得放行讯息后 凭已装传 机出口 第七条 1. 本条例第十七条 第三项规定 自由港区事页或误区内交易 由自由港区事页传输报单向海关通报 第八条 申请经营自由港区事页取得筹设许可者 其筹设其兼如需禁除自用机器 设备 应凭自由港区管理机关核准文件 向海关申请核发临时监管编号 并分别依第五条 第六条规定向海关办理通报 官 手续 且应登陆账表 记载其名称 规格 型号 数量等资料 公海关查核 第九条 自由港区事页将免税货物输往课税区或保税区委托加工 应减据委托加工申请书 合约书 受托厂商工厂登记证 加工说明或图说 单位用料清表及委外运出运回和销账物系统之操作说明 向所在地海关申请核准 经核准者 免提供税款担保 海关得势需要会同相关机关成立审查小组办理审查 经核准办理委托客税区或保税区加工之案件 其货物输往客税区或保税区及由客税区或保税区运回 应一第六条规定办理通关手续或按月汇报 并登陆相关账表 受托加工之客税区或保税区厂商需以办妥工厂登记之工厂为限 且其生产制造像木婴与受委托项目相符 对于该受托加工货物应设置专区存储并设置至账卡随时记录免税货品之存入 领出集结存数量 以备查核 委托加工货物以管制货品以外之货品为限 客税区厂商受托加工所添加之进口原料 除其属本条例第26条第二项各款所列者外 得意外销品冲退原料税办法规定 申请退税 保税区厂商受托加工所添加之保税原料 得申请除账 第一项委托加工受理申请及审查核准事项 海关得委托自由港区管理机关办理 管理机关应将其审查结果及相关文件函之海关 第十条 自由港区事业将免税货物输往客税区或保税区委托修理 检验 测试 应先填据申请书 合约书 公司统一编号 修理检测说明或图说 单位用料清表及运出运回合销账物系统之操作说明 向所在地海关办理 但机器设备急需出区修理者 得于出区之一日起二日内向海关补办申请 经核准办理委托客税区或保税区修理 检验 测试之案件 其货物输往客税区或保税区及由客税区或保税区运回之作业程序 依第六条规定办理通关手续或按月汇报 并登录相关账表 受托客税区或保税区 测试之客税区或保税区 托客税区或保税区办理委托修理后 载运回港区事业者 其免税货物包括代为修之本体及供其修理所需之灵 组件 第十一条 自由港区事业得经所在地海关核准受理客税区 保税区或自由港区厂商 委托办理加工、修理、检验、测试业务 前项或物运入及运回 应依第六条及第七条规定办理通关、报、手续或按月汇报 并登录相关账表 办理第一项业务之自由港区事业 其受理委托之项目应与营业项目相符 办理加工者令需办妥工厂登记 但办理简单加工者 免办工厂登记 受理客税区厂商委托办理第一项业务之自由港区事业 其添加未税原料之货物运回客税区时 应依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项规定客真税费 受理保税区或自由港区厂商委托办理第一项业务之自由港区事业 其添加未税原料之货物运出前 应编制单位用料清表送海关被查 评以和消除账 第十二条 自由港区事业德田聚出区展览申请书 并检附相关文件 向所在地海关申请将免税货物书网客税区展览 前向将免税货物书网客税区展览之案件 其货物书网客税区及由客税区运回时 应依第六条规定办理通关手续 并登陆相关账表 第十三条 自由港区事业德向海关申请将货物书网保税区 客税区或自保税区客税区输入货物 其通关以按月汇报方式办理 但货物书网保税区或自保税区输入 需该自由港区事业及保税区厂商 具有按月汇报资格者使得办理 自由港区事业货物书网客税区或受理客税区厂商 委托办理加工、修理、检验、测试 有添加未税原料案件经海关核准按月汇报者 应向海关提供相当保证经货善保 于善保额度内准与提货出区 但出区工修理、测试、检验、委托加工之用者 不在此线 经核准办理按月汇报之自由港区事业余 货物入出区前 英田据申请书向海关申请案月汇报 货物入出区 经核准者、自由港区事业 凭海关核准通知 相关文件办理货物入出区并登账 于4月15日前 汇总田据报单级减负入出区 相关运送单、装箱单级交易凭证 或相关文件等向海关办理通关手续 并以最后一批货物入出区日 其事同出进口日期 下列或五不得办理按月汇报 一、本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规定之物 或、品 二、应医书出入规定办理之物 或、品 三、汽、机、车 但一、第九条核准委托加工运回支器 机、车 不在此线 四、实施关税配额之货物 五、采取特别防卫措施之货物 六、输往客税区之应客货物税之货物 七、输往客税区展览之货 或、品 八、其他经海关公告不适以汇报之货物 按月汇报通关案件如有虚报或不实情事者 一、本条例第38条第二项规定论处 第十四条 自由港区事业 一、第五条 第一项第三款规定运往 其他自由港区货物 或一、第七条 规定区内交易货物之通报案件 除本条例 第十五条 第一项规定之物 或、品外 得向海关申请以按月汇报方式办理 经核准办理按月汇报之自由港区事业货物于出入区 厂 之作业程序及办理通报手续 一、第十一条第三项之规定办理 并以最后一批货物出入区 厂 日期事同出进口日期 按月汇报通报案件如有虚报或不实情事者 依本条例第三十八条第一项规定论处 第十五条 自由港区事业有下列情势 应向海关申报补税 一、依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二项规定 自行发现存除货物遭窃者 二、依本条例第二十条第二项规定 自行盘存发现存除货物少于账面结存数者 三、依本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一项及第四项规定 运网课税区修理、测试、检验、委托加工、展览之免税货物 自核准后六个月内未运回自由港区者 四、依本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项核准展颜 未予展颜其现界满前运回自由港区者 五、依本条例第三十条规定 将运入供营运之货物变更为非营运目的使用者 前项第三款锁定六个月期间 自货物通关放行日之一日起算 但以按月汇报方式出曲折 自货物出曲日之一日起算 第十六条 依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项 第二十七条规定 自由港区事业书往国内客税区或保税区之货物 应按出区形态规列因属税则号别 输入规定 并依相关规定征免进口税费 其税则号别 税率输入规定之适用日期以报官日期为准 本条例第二十三条 第一项但书所称之附加价值 指区内事业书往客税区或物之完税价格 扣除所使用之进口未税 国产保税及国产已退税原料 物料及半制品价格之余额 自由港区事业之货物书往客税区时 关税之刻针 依下列原则办理 一 经加工制造之产品书往客税区 按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项但书 规定依运出港区时形态之完税价格 扣除区内附加价值后客征 但未依规定减据相关证明文件公海观察和产品区内附加价值者 按运出港区时形态之完税价格扣除30%后客征 二 经重整或简单加工之货物书往客税区 按运出港区时形态之完税价扣除区内附加价值后客征 三 自国外输入之货物以原形态输往客税区 其完税价格之合估 依关税法及其相关规定办理 第十七条 依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二项规定 自由港区事业办理有关货物进除 提领之账务处理事项如下 一 货物进除集体领时 应急登陆货物账 一 公营运货物及自用机器 设备二类分设账册 二 账册内容应包括料号 货物名称 型号 规格 进出舱单证号码 输出入区或区内交易凭证号码 进出舱日期 时间 数量及节存 数量 三 自用机器 设备于运入满五年后 自行除账 四 自用机器 设备之消耗性物料 事先向海关报备核准者 得平领用数除账 五 进除工修理之营运货物 其使用之灵 组件 组件 因情况特殊 无法编制单位用料清表时 应简附说明文件于修理前向海关申请 经核准者 得一领用数除账 并应于四月五日前提供实际领用数清表公海关被查 为一规定申请办理者 不得一领用数除账 六 存除之货物 因货物之性质自然短少 其短少部分经海关查明属失者 得与除账 七 进除货物之存除期间不受限制 但除存于二年货物 于必要时应列印报表已被海关查核 八 自由港区事业应设有列印相关账策 表报之电脑必要设备 可供海关远端查核并得写取有关资料 九 自由港区事业货物书网客税区或受理客税区厂商委托办理加工 修理 检验 测试有添加未税原料案件经海关核准 按月汇报者 应设置自由港区事业货物书网客税区 按月汇报保证经循环使用记录 并随时登录保证经缴纳 出货日期 厂商名称 货品名称 规格 型号 料号 数量 货价 货价 货价及预估税额等在保证经额度内分批提领出区 于办理会报病经海关放行后 医员预扣税额逐项恢复保证经额度 第十八条 一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二项规定 自由港区事业办理有关重整 加工 制造支账物处理事项如下 一 自由港区事业货物应重整 加工 制造等 至改变原货物名称 规格 型号 料号者 按其改变后支料号登帐 并于货物报运出口 转除货内销前 减负单位用料清表及相关文件送海关申请被查 以核销原货物账 未依规定申请办理者 不予出账 但未改变料号者 仍依原料号登帐 二 委托客税区或保税区厂商修理 检验 测试 加工等 如改变原货物名称 规格 型号 料号者 应于货物运出自由港区前 依规定编制单位用料清表送海关备查 其属委托加工者 应并送管理机关备查 三 作业过程中产生支废料 废品 下脚应令储存 定期造册向管理机关申请 由管理机关会同海关监会 其有残余价值部分 依规定办理税费申免后 得输入客税区 四 委托区外厂商办理修理 测试 检验 加工所产生之废料 废品 下脚 应于复运入区时报名 并依前款规定办理 五 第二款 委托客税区或保税区厂商修理 检验 测试 加工作业过程中产生之废料 废品 下脚 因情况特殊 且区外厂商设有24小时监控系统 专区存放 账务控管完备者 经管理机关核准得不运回自由港区 管理机关得会同海关于区外办理销毁作业 其有残余价值部分 应依规定办理税费申免 第十九条 依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二项规定 自由港区事业办理有关遭窃 灾损之账务处理事项如下 一 自由港区事业之免税货物遭窃 应向自由港区管理机关及警察机关报案并取得证明 并自失窃之一日起三个月内补税除账 其有特殊情形 得向海关申请提供保证金 暂免补税 但最长不得超过失窃之一日起六个月 其满仍未巡回 海关即将保证金底缴税费结案 巡回部分则退环保证金 二 自由港区事业之免税货物于存储期间 遭受水灾 风灾 火灾或其他天然灾害而致损毁 于灾害四十中止之一日起一周内申报 并由自由港区管理机关证明者 得何时除账 其产生之费品 依前条第二款规定办理税费征免 第二十条 依本条例第二十条规定 自由港区事业年度盘点应办理事项如下 一 于盘点日前二周通知海关并经海关确认 二 办理年度盘点时 经海关核准运出区外之加工 修理、检验、测试及展览货物应全部运回列盘及销案 其因故无法运回者 应向海关申请核准于区外办理年度盘点 三 年度盘点日期 一据上年度盘点日期 最少不得少于十个月 最长不得超过十四个月 其有特殊情形 事先报经海关核准者 得卓语提前或延后 四 自由港区事业余盘点结束后 应分别造聚区内与区外之公营运货物及区内自用机器 设备之盘存清测及结算报告表仪式二份 于盘点结束之一日起一个月内送海关被查 必要时得与其限借满前 向海关申请展研一个月 五 同一料耗之原料 如以免税及以税方式进除者 年度结算时应一并列入盘点 并按实际使用数量冲销免税及以税货物账 未能查明其实际使用数量者 应优先冲销免税原料数量 以税原料产生盘规者 免于补税 六 依第四款规定办理被查时 若产生盘规 应向海关办理补税 并于接获海关核发之补税通知之一日起 时日内善据报单为之 产生盘盈 应提出说明并于账策补登数量 第21条 依本条例第31条第一项规定 自由港区市业经核准结束营业 废止或撤销营允许可实 应办理事项如下 一 于自由港区管理机关核定之一日起 停止免税货物禁除 二 于自由港区管理机关核定之一日起 二周内办理结束盘点 并依规定造送盘存清测及结算报告表 三 免税货物 自用机器 设备如产生盘盔 应向海关办理补税 余存之货物于办理转除 税费真免或付运出口前 由自由港区管理机关监管 自由港区事业因故未能依前项规定办理结束盘点时 海关得静一账面结存数可真应补税捐 第二十二条 依本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二项规定 申请经营自由港区事业取得筹设取可者 于筹设接断经核准废止或撤销其筹设许可实 应办理事项如下 一 于自由港区管理机关核定之一日起停止自用机器 设备之禁除 二 筹设期间减免之关税 货物税 营业税 推广贸易服务费及商港服务费 应与补贞 但于自由港区管理机关核定之一日起六个月内原货负运出口者不在此限 三 前款货物于办理相关税费部真货负运出口前 依本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三项规定 由自由港区管理机关监管 第二十三条 依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 自由港区事业有关货物控管 应办理事项如下 一 对货柜 物 知禁除 提领 存放位置 异动及进出厂 厂 区 设有一套完整支电脑控管作业 相关电脑记录及单证保管三年 二 设门进管制 负责执行货柜 物 进出厂 厂 区之茶队 三 欲有下列情势应及通报海关 一 货柜 物 尸窃 吊包者 二 封条破损 断尸 有伪造变造之嫌及封条号码与货柜 物 运送单兼出近战放行准单 以下简称运送单 所载不符者 三 运送单精图改者 四 发现货柜 物 有家常或家层者 五 货柜 物 于时禁区或于时未禁区者 六 发现进出仓货物与原申报之货名不符者 七 发现不得禁除之货物 八 存仓货物遭受水灾 风灾 火灾或其他天然灾害而致损毁者 九 存仓货物查核或盘点 发现与账面结存数不符者 十 其他违规 违章极异常情形 第二十四条 依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 港区货站应办理货物控管事项如下 一 卸存港区货站之国外货物 港区货站核对进口仓单 点收货物并确定除位后 向海关船输进仓资料讯息 二 客税区 保税工厂 保税仓库 物流中心货物运入港区货物 港区货站点收货物并确定除位后 传输出口货物进仓证明讯息 并接收海关放行通知讯息 比自由港区事业提领货物 三 加工出口区 科学工业园区 农业科技园区 其他自由港区货物运入自由港区货站 港区货站平海关放行通知讯息点收货物 并供自由港区事业提领货物 四 自由港区事业出口货物进除港区货站后 港区货站传输出口货物进仓证明讯息至海关 并接收海关放行通知讯息 平已进行后续装并贵 盘 集装船 机 作业 需运出区出口者 另签发运送单加封出区 五 自由港区事业运往其他自由港区货物 港区货站余点收货物进除后 传输进仓资料讯息至海关 并接收海关放行通知讯息 平已签发运送单出区 其有加封必要者依海关规定办理 六 自由港区事业运往客税区 保税区货物 港区货站余点收货物进除 港区货站余点收货物资料讯息至海关 并接收海关放行通知讯息 平已签发运送单出区 其有加封必要者依海关规定办理 7. 自由港区市业经核准案月汇报之货物 得不进除港区货站 第25条 港区门少单位 应办理货物控管事项如下 1. 海运进口货柜 5. 卸船或由区外进除自由港区者 港区门少单位平运送单 核对海关核发之特别准单讯息或转运准单讯息 页明与货柜 5. 标志 号码及封条完整无额后 办理货柜 5. 禁区 并传输货柜动态至货柜动态资料库 2. 空运进口货物 卸击或由区外进除自由港区者 港区门少单位平海关核发之特别准单 或转运准单讯息 页明运送单与保税运货工具或自由贸易港区 专用车队标志及封条完整无额后 办理货物禁区 3. 保税仓库 物流中心货物运入自由港区 港区门少单位平运送单 核对保税运货工具或物流中心自营车队 或契约车队 自由贸易港区专用车队标志 及封条完整无额后禁区 4. 加工出口区 科学工业园区 农业科技园区 其他自由港区之货物完成 报官放行运入自由港区 港区门少单位平运送单核对保税运货工具 或自由贸易港区专用车队标志 封条完整无额及放行讯息禁区 加工出口区 科学工业园区 农业科技园区之货物 得运入自由港区办理通关 港区门少单位平运送单核对无额后禁区 5. 客税区 自用保税仓库 保税工厂货物运入自由港区 港区门少单位平运送单核对无额后禁区 6. 自由港区出口货物经由区外装传 即出口者 港区门少单位平港区货站签发支运送单核对放行讯息出区 7. 自由港区运往其他自由港区 保税区 客税区货物 港区门少单位平港区货站签发支运送单核对相关放行讯息出区 8. 自由港区事业货物因修理 测试 检验 委托加工之进出区一第五款及第七款之规定办理 其他特殊情形之进出区 港区门少单位平海关签发支核准文件办理 9. 空货柜进出自由港区 港区门少单位平运送单出进站 并由运送人开启空货柜接受警卫人员检查 10. 有关货柜及货物进出之动态讯息 港区门少单位应及时登陆于港区货物控管系统 并可提供海关线上查核 相关电脑记录及单正应保管一年 11. 自由港区事业暗月汇报货物或机器 设备因急需出区修理者 港区门少单位平运送单办理入出区 其于运抵港区门少时 经抽验机制筛选必需抽合者 由门少人员留置 并通知海关办理抽合 港区管理机关配合前项第11款作业 应提供海关办理抽合知识当场所 设备 及于电子资料自动笔对验证及传输系统上值 行线上注检与列印运送单证 报表等机制设施 以查核货物运送情形 第26条 海关有正当理由认为有违反本条例之情事 或就自主管理事项任有进行查核之必要者 得随时派员查核 验 货物及其相关文件 账册 单据 信件 电脑档案等资料 被查核人应与配合并给予必要之协助 必要时并得提取货样 行录或说明书等 海关实施查核时应遮制服或佩戴徽章或提示 足以证明其身份之其他凭证 并应告知被查核人 海关执行查核应将经过情形做成书面记录交在场关系人阅览后 由其中之一人会同海关一同签名或盖章 如有不能签名盖章或拒绝签名盖章者 应记名其事由 海关查核 验 货物或提取货样准用关税法第23条之规定 第27条 自由港区事业以外事业之货物通关及管理 依关税法相关规定办理 第28条 本办法自发布日施行